大家好 我是洪准 歡迎收看古海弘揚 今天的家圈股價指數上漲80點 那這裡呢 在這段下跌的過程之中 我跟大家講過 現在就是一個主流異位的盤 大盤它在下殺 為什麼它要殺 它殺的原因是讓你看到什麼 讓你看到的恐慌 那它在做恐慌的過程之中呢 其實它是在做一個主流的轉換 怎麼說呢 比如像說iPhone它推出來了 iPhone推出來之後呢 以前的蘋果概念股 它被殺得很慘 但是呢 新的蘋果概念股 它反而相對抗跌 有人把賣了A 那去買了B 在中間這個流動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就稱之為金流 那金流現在 它可以顯示出未來行情 到底是誰在佈局哪一些股票 所以呢 當行情來到BIOS-2的時候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它是一個極度恐慌 當它出現的極度恐慌 就會怎樣 出現反彈嘛 9月26號的傳真稿 昨天跟大家講過啦 極度恐慌 它會出現準備要反彈了嘛 所以今天是不是就彈給你看了 但是行情馬上就要反轉向上了嗎 並沒有喔 你還記得這段大跌的時候啊 當大阪走過這段修正的時候 這裡是走一個亮縮整理的格局 同樣的這邊在下來的時候 這裡也要走一個亮縮整理的格局 然後去等什麼 等月均線嘛 等月均線再度站回去的時候 再度翻養的時候 才是整個多頭市場 再度起功的時候 但是那時候再漲上去就不一樣囉 所以呢 操作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利而又之亂而取之 有人給你看的利多 它不是真的利多 有人給你看的利空 也絕對不是真的利空啊 這個行情多頭還沒有結束 只是說在來回整理的過程之中 它會做一個主流之間的變換 那你要不要 你要怎麼去抓到那個主流 我一直跟大家講 車用電子很重要 車用電子很重要 你看一下今天車用電子的走勢 我只跟大家講四檔股票嘛 我說資金轉入車用電子族群 這個我講很久了 反甲介林 同志跟什麼 台辦 就這四檔 就這四檔 所以呢這四檔汽車電子股 你可以發現說 今天的表現就是非常的亮眼 我不是 因為資金啊 他轉入的不是一檔股票當中 他是轉入了一整個族群 比如像說 過去他在買瓶蓋股 他不會只買一檔鴻海 他會全部一起包 所以呢當我在買 在同樣在佈局 這些車用電子族群的時候 我買了一檔 就會再買其他的股票 所以呢 這一些族群就會跟著一起上來 金流圖就會告訴你了吧 9月20號的時候 貴買半導體 5425的台辦 那時候9月20號 就已經跟大家講過囉 台辦嘛 為什麼 因為他也是車用啊 你可能不了解 因為他現在已經轉向了 新切入的車用電子的族群 這個東西大家還不曉得嘛 不曉得就有機會啊 所以他當他出現了一個技術面的訊號的時候 9月20號 漲了沒 還沒 還沒嘛 但是呢他留下一個什麼 量大的高點嘛 量大的高點不會是最高點 而且我的KD指標 這裡是翻正的喔 當他翻正的時候 代表了他的短線上面修正 已經告一個段落 橫盤整理突破 不能買嗎 48.4元買進 48.25元成交9月20號 是不是提前跟你講了 你就算沒有跟上我們的腳步 你都不會賠錢嘛 我們從這邊買 一直到今天還在創新高耶 但是呢 如果說你9月20號你去買其他的股票 大盤在哪裡 大盤從這邊 數五下來 那如果你去買紅海 他是這樣 買可乘 跌更慘 但是我們買的是什麼 台辦嘛 沒有人會告訴你說這張股票可以買啊 但是我們進啊 是不是就這樣賺錢呢 有沒有提前跟你預告 所有的預告都在金流圖裡面 都有跟你講過 所以操作他是不是有一套公司跟方法 你是不是先抓到的金流 那這些資金從哪裡來的 從可乘來的嘛 從鴻海來的嘛 那這些資金轉進去的時候 他怎麼會不漲呢 所以操作一定要有公司要有方法嘛 顧善戰者是求之於事而不責於人嘛 不是你的股票錯 是你抓錯的那個時機點 未來鴻海會漲 會啊 他會再漲回來啊 但是現在的事就不在他身上 你還要硬著跟他去耗 那時間是你的 我們賺我們的 所以你一定要跟上我們的腳步 一起來動嘛 9月12號的時候就已經告訴你 電動車族群他在動了啊 所以我們去買了什麼 3526的反甲跟3552的同志嘛 是不是都講在前面 是不是都有跟你講過呢 3526的反甲他是怎麼走的 我說 帶勢趁時一觸即發 這邊呢 我一直在月均線一直在扣底低的位置 這個是盤整區域 所以呢我的均線開始上揚 他是一個波段的行情 波段的行情 我講過了 是波段 只要月均線 它沒有跌破 基本上這個行情不會結束嘛 但是你抱不抱得住 你抱不抱得牢啊 63.3元買進嘛 66.3元可以成交嘛 所以呢一路的上來 這裡做一個盤整 我有跟大家講過喔 這裡是什麼 支撐 他會回撤支撐 我現在突破的壓力 一定會回撤一次支撐 只要這個支撐沒有跌破 他會再創新高嘛 所以呢你看一路上來 我們是不是買在起漲的前面 我們是不是告訴你怎麼買的 一切都驗證給你看啊 你現在看到很多的消息 告訴你說他營收會創高 會怎樣會怎樣 你是不是慢了 你現在去追是不是慢了 但是我們的買點在哪裡 起漲錢啊 你可以都可以買得比我漂亮耶 但是你為什麼買不下手 因為你不知道金流嘛 你搞不清楚資金的流向嘛 那你當然會害怕啊 所以呢 當他拉回的時候 我也沒改變過我的看法 因為月均線他還沒有破嘛 那今天 漲上來啦 所以操作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你有沒有抓到金流的概念 你有沒有知道資金的動向 到底是什麼 還是你只是一直聽人家講而已 勝兵啊是先求勝而後求戰 敗兵才是先求戰而後求勝嘛 所以汽車電子的族群 我講了很多遍了 以前智慧型手機 可以創造出宏達電 未來汽車電子 會創造出多少的宏達電 我們就拭目以待就好了 9月19號的時候告訴大家 市場半導體的5285的借鈴嘛 為什麼要買他 因為他現在併購了一家日本的廠商 那這個廠商併購了之後呢 他就順勢的切入了車用的題材當中 所以呢 他的營收開始成長嘛 你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他的營收狀況嘛 現在是不是比去年比 都是成長一倍耶 100%代表成長一倍耶 這種好的公司不能買嗎 而且更重要的是 錢都已經在做進場佈局了啊 9月19號的時候 人家就已經在買了嘛 9月19號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人家在買了 能不能買 當然可以啊 你的買點可以在65.3元嘛 65.3元市價買進 65塊錢成交 9月20號嘛 我告訴你說 他是量價背離 籌碼吸收 所以呢量大的 出現量大高點 不會是最高點的時候 我也告訴你他會過啊 他會過嘛 因為籌碼的關係 籌碼都已經吸收了 資金這些籌碼 都在一些特定人的手上 那這檔股票 是有空間的耶 就算他短線拉回來又怎麼樣 他跟大盤比起來難道不強嗎 現在看起來 索爾德大盤已經跌破了 跌破了喔 已經來到半年線的位置囉 但是人家還在月均線之上耶 所以這種是一種比較的概念 重點是你有沒有看出來 你有沒有知道 你有沒有抓到那個精髓在哪邊 所以技術分析最重要的 不是告訴你 不是讓你去猜測股價用的 而是讓你知道說 現在市場上面想法是什麼 那你可以去運用它去設計你的策略啊 所以呢 如果你對於現在的行情操作 還真的是很迷惘的投資朋友們 趕快 你若盛開蝴蝶自來 不要錯過了最好佈局的時機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同樣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拜拜 拜拜